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跟反对者已经聚集在了法院旁边的这个街心花园 为了防止他们发生冲突 确保安全当地警方已经在花园中间设置了这样的栅栏 但是现在刚刚还是有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入了反对者的阵营 幸亏警方及时采取行动才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法院外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群体各自手举标语 高呼口号 对于特朗普受刑事指控 在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 支持者认为 这一指控是政治迫害 特朗普的反对者则表示 特朗普的罪名确凿 此次指控体现了司法公正 除了特朗普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吵 对目前美国政治分裂的无奈与失望的声音 同样出现在集会现场 他们只希望能不能保护 他们只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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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是什么